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人物志 我是阿平 大家常说啊 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 那么请问大家 一支剪刀 一张红纸 能够创造出什么东西呢 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 来自新北市新店的 剪子达人徐映春师傑 欢迎 还有他接下来师兄 宁永元师兄 夫妻党 还有12345 五位师傑 金友团 感恩 大家眼睛仔细看喔 现场所有大大小小的这些红字的作品 都是出于我们映春师傑的巧手啊 小智这个 春 还有这个为我们大爱人物志 特别做的剪子 还有这张 大家认真看啊 这是他在加拿大的时候做的 相思宪瑞啊 搭到整面边都是比他人还大 都是他的作品喔 他说啊 剪子除了可以 发扬传统的中国文化之外啊 还可以啊 接引人家做好事成为志工喔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 徐映春 妙手渡人的故事 这个是卖的还是 哦 里面买书就送这个 买书就送这个 买正合的东西就送 小小一张桌子 吸引不少人驻足 桌上琳琅满目的剪纸 是徐映春为了感谢大家 购买近思书生物品 特别要送给购物者的礼物 不止有人欣赏 还有人冲着学剪纸而来 很久以前就很想写了 只是都没有那个阴眼啊 刚好那一天来门诊啊 看到我 我就感觉说 真的 阴眼来了 阴眼来了 赶快把握 之前以为是师姐是先把图样描出来 再来剪 结果师姐不是耶 一刀 一支点刀跟一张纸拿就OK了 好厉害喔 人家说画龙点睛 我们是画兔点睛 你看 这样很活了 感觉不一样 这样很活了 你看他就会说话了 跟你分享的就是 逆境思惠来临的时候 心中要持一个宽纸 就是你心患念纸 有没有 心患念纸 有没有 心患念纸所有的 心情不好 要宽 要宽 好棒喔 跟你有缘啊 你看他们做了很多东西 然后我们从一片叶子做成一棵树 这是春妈的激励 把所有的钱他们都发出来 她就是散发出那种特质 就是很容易给人家剪纸 这个因为她很大 波波波 对 波波波 她姐也是笑咪咪的 所以跟她学任何东西都没有压力 她排外做的全是徐英春的土地 手上忙着剪纸 嘴巴忙着教学 但徐英春没忘 最重要的就是把禁思语的智慧融入其中 不管是透过教学传达 还是结合作品 她希望大家看到的是禁思语的美 我们说缩小自己 这个三话要缩小自己 所以不要太大 然后剪到这边来的时候 第四话 我们要拥抱苍生 这个上次很有意思 这张作品的话 力量还是不够的 因为它只是一个美工作品 所以你把上人的画 把它放进去 说不定会影响它这一辈子 然后像尖尖的地方 我就会告诉惠宗说 你看我们就是不要尖尖的 会刺人 就像牙签一样 两边尖尖都会刺人 我们要剪得圆绒 剪得很圆的话 所有的事情都很圆满 不管是爱心啊圆啊 或甚至我的所有的笔画 都是圆 从圆 延伸的 徐英春曾旅居国外多年 过去她从南非开始剪纸 透过剪纸在世界各地结缘 从手中的招牌春字 到墙壁大的图案 都难不倒她 从国外到台湾 二十年来 改变的是技术越来越好 不变的是 到处都有人抢人学 那我的法号是词优 词记的词 优良的优 那个优良的优 是一个人字旁 一个忧愁的优 对不对 我想上了希望我 我解人忧愁 因为我非常喜欢笑 所以呢 等一下我们会笑得 拉不回来的时候 你们赶快给我画圈圈 好 可以可以可以 都可以 还有我们要爱桌边的人 用什么去爱呢 用这颗爱心 用爱心去爱 诶 这样它的重点就出来了 意义就出来了 所以我剪散的时候 就好开心 每次的授课 总是高棚满座 大人小孩看得目瞪口呆 很难相信 徐英春的剪指技术 从没拜师学义过 仅靠着自己的巧思和创意 一把就能剪破人与人的隔阂 拉自己去 我们常说四圆里圆 人更远 地球四个圆 因缘也不可思议 我今天要先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因为师姐曾经 从台湾移居到南非 后来到加拿大 现在落脚在台湾 然后把剪指这些才华 发扬的淋漓尽致 不过六年前 师姐昨天特别寄一张照片给我 这是六年前 我到加拿大主持大爱之一的时候 在加拿大分会拍的合照 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 他有剪指的功夫 他也不知道 后来会来大爱台上节目 而说到剪指 也是一个巧妙的缘 听说以前你在开工作坊的时候 拼 剩水 垃圾 不好看 顺手就拿起剪刀纸 就往上连 因为小朋友的色子 刚好摆在旁边 我就拿剪指甲的小剪刀 就剪窗花 剪出来发现说 刚好可以把它一搭一搭的 潮湿的把它放上去 结果整个墙壁就变得很美 后来有西班牙的一个 等于说嫁给台湾当妻子的 台湾媳妇 台湾媳妇 对 台湾媳妇 然后她进来看 看到我墙壁上说 哇 这是哪里去买的 她说她也想要 她在哪里买 我说你想要送你两张就好了 她问我多少钱 我说不用钱 那时候很有成就感 就觉得说 哇 剪的东西人家喜欢 对 后来就把它带到南非去 在南非 这种方式 我在国际护女节的时候 就现场剪 尤其你现在固定在慈激医院 台北分院的 静思书圈的前面 剪纸跟她结缘 只要请购书圈里面的文物 就可以得到一份你的作品 听说有人一口气 买了多少书 让你跟伙伴们剪不完啊 对 那时候说 买三千块 有一个师兄 他是画了一个 书画老师 他是画了一个薪金 那我说一本书就送一张 对 然后跟书画结合 三合一 然后我就拼命的剪 剪了十六张 剪到过时 所以表示他买了十六本书 对 那今天你有带剪刀跟纸来吗 我们就现场考一下好了 不要太久 节目长度也不用很长 您就剪个您的名字 里面有个村好了好不好 简单 来我们剪一下 因为不难 所以呢 很喜欢 你拼命的家 我拼命的家 好 是 您发现他有这个才艺之后 真的可以用这个东西 跟人家结善缘 变成好朋友吗 确实 因为 不管是在海外也好 在台湾也好 只要 因为这个很讨喜 是 大家看了也很欢喜 起一份欢喜心 那他有时候 把我们那个禁诗语 有一句禁诗语 可以跟他剪出来的作品 结合在一起 那感觉就会 就是 互相互引就对了 相辅相成这样子 是 又送 送一句好话 人家跟大家结缘 难怪他说 靠这双手可以 妙手剪指 然后度人做好事 就是这个原因 是 时间到了 师姐 对 来得及吗 来得及 好 如果我跟你讲 慈忌人就是互通有无 您有这个巧手的功夫 如果这个煮相机 有些困扰的话 我跟你讲 等一下我跟你介绍一个好朋友 你也认识他 他相机就很棒 来 揭晓答案 哇 这大概用了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来来 观众朋友 这不是开玩笑 这放牛扣就放牛了 真的是春 春到人间 我刚才说 你煮食到旁边 没关系 我们的丽云妈 主持人就好 不过丽云妈眼中 她还觉得你是宝 尤其她坐镇在这个东区会所 听说她来的时候 真的可以接引会众 对 因为我在东区会所的时候 我们那个会所那么样的庄严 庄严到场 那我就想尽办法说 是不是可以找到 我们的好的老师 各式各样的才华的老师 来接引我们的社区菩萨 人间菩萨大招生 是 那么我们在那里当然 已经有开了 有书法班 或者是国化班 我们就想说 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更新鲜的 或者是说 可以吸引人的 正好 春妈到我们那边 她是池警惠的值班 可是那天我不在 她来的那一天 正好是池警惠的 洪天明师兄不在 洪天明师兄告诉她说 你只要去就有人会跟你安排 那正好这样子误打误撞 就碰上她 我本来不认识她 那一安排 那当天我们来的学生 第一次 第一次就有三四十个学生 真的是非常的吸引人 听说效果很好 你们已经准备 在这个夏天完之后要开课了 对 因为我们8月 是入京站 我们都很忙 所以我们在9月份的第一个礼拜 我们就要开课了 在我们东区会所 松什么路 松龙路327号 好 来 松龙路327号 我们大家记得 9月就要隆重开课了 我们应村师姐要来上课 用剪指来度人 我们的丽丽师姐 丽丽师姐 听说你投入这个剪指的 这个领域之后 生命变得更丰富了 多采多姿 怎么说 简单说 因为 就像那个喜智啊 是 现在只要有亲朋好友 他们要结婚的时候 一定会来跟我 跟我要几个 你也出师啦 对 所以 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剪小小的 从那个村妈 那时候 比较没有时间是直接去找她 那从电脑里面就看了 看了之后就剪 然后不懂得再问 因为我跟村妈的姻缘非常好 我们就住在同一条街 所以就这样子有 一开始的事是剪小的 那有一次嘛 人家结婚必须要一个大喜 一个大一点的喜 那我就 我自己不敢剪 我就说村妈有没有空 我要去找你 村妈说没空 因为村妈的一句没空 把我的潜能积出来了 我当下没有办法 我已经答应人家要给了 那自己要想想办法 我来 就这样子 我现在连这么大的一个村 也可以剪小 恭喜你 恭喜你 也以这个村妈 这个我们应村老师为荣 你真的是逃离满天下 你可以喊我村妈 没关系 说到村妈 其实您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她对于这个小孩子 很有一套 等一下您看影片就知道 她到学校可生超人系的大爱妈妈 也在这里跟大家爆料一下 她其实在台湾都不认识慈记 包含师兄也不认识慈记 去南非 在那里 多远的地方 贵山贵害的地方 在那里接触慈记 而接触慈记的因缘是 帮慈记人主持活动 我这个因缘真是不可思议啊 看完影片之后 再回来请我们村妈聊一聊 太美了 有没有看到我 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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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是山贵的事啊 今天不是山贵的事啊 今天又到山贵的地方 现在要被拆掉 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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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不是山贵的事啊 我这个是山贵的事啊 太美了 太美了 進校門就能感受到 春媽的超人氣 每週兩次帶媽媽進校園 她的行囊道具豐富 除了靠著巧思雙手 做出讓孩子們目不轉睛的道具外 春媽說的故事一定是大受歡迎 一群人他們到海邊來玩 然後他們製造了什麼 垃圾 那魚呢 被垃圾怎麼樣 垃圾 你平常有用到哪一種垃圾嗎 全部都有用到 你都有用到喔 那你要怎麼辦 把它回收 回收是不是 那這些小朋友呢 我們覺得說他會長大 他會長大 他要吸收的東西很多 所以我們會很想盡辦法 讓他們 比如說拋東西給他們 就是讓他們在成長的過程裡面 有人文 有倫理道德這樣 像老師也是很像 我們春天的媽媽 每天要帶給我們的快樂 他會跟我們講做 不可能做人處事的道理 怎麼樣 保護生態 生態是所有有生命的東西對不對 對 還有要做大地的什麼 保護 春媽真的就像春天的媽媽 那麼溫緒 不只用愛心疼愛小孩 她也疼愛自己的長輩 要和先生積極行孝 彌補過往 常年旅居國外的缺憾 媽媽從見他叫 那些叫子 那些貴蟲 樹枝貴蟲 移民國外多年 徐英春夫妻倆 終於有機會把父親 從屏東接回台北同住 87歲的父親 兩眼失明還有眾聽 但氣色和心情卻相當好 總是一步一驅 緊跟著父親身旁的林詠元 功不可沒 慢慢吃 不熟喔 不熟喔 阿塞喔 師兄都是你負責在照顧爸爸 對 因為他 他平常沐浴都要幫他 那他那個 我們男眾比較方便 他也比較自在 我說爸爸你的兒子很棒 我會幫你洗澡 我的兒子很棒 是我的兒子 哈哈哈哈 我脫嗎 不會啊 不會啊 不會痛啊 剛開始我們家師兄 都沒有 沒有刮過人家的鬍子 不知道怎麼弄喔 我說 哎呀 我來我來 哈哈哈哈 結果你看刮臉 但是那個師兄就熟了 就是媳婦有沒有很孝順 有 還在一乖喔 哈哈哈哈哈哈 每次都說 爸爸我有沒有乖 爸爸說 有有有 哈哈哈哈 好 起床 起床 好 起床 好 起床 腳嚇一起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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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家師兄就會一直用講的方式 讓我公公知道說 他人在哪裡 水在哪裡 以前要有這種機會 真的沒有這種機會 你知道嗎 可以啊 繞過半個地球的夫妻倆 特別珍惜現在這段時光 感恩父親身體強健 讓他們有形象的機會 他們能做 想做的 就是盡一切陪伴 提供給父親 溫暖的體貼 與背保 家有一老 如有一保 上人就說真的是 父母都是我們堂上的活佛 雖然兩位這個年輕的時候 為了孩子的教育必須啊 到南非 到加拿大 不過最後還是回到了寶島台灣 可以陪伴著爸爸 度過這個 他老年的生活 聽說爸爸現在 眼睛看不見了 是 耳朵也 也不是那麼靈敏了 是 但是你還是會把握機會 開大愛電視台 讓他聆聽一些訊息 是 是 每天早上 我們也近視乘雨 八點鐘 喔 那 因為 我習慣看這個 近視乘雨 然後就開聲音 稍微大一點 來跟他一起看 那 有講到故事喔 裡面的故事 跟他分享 聽說第一次 您在南非幫忙 慈濟人主持這個活動 就是因為他們看中了你 在南非的這個僑戒啊 相當活躍 然後人貌又很好 嘴又會說了 蠻愛講的 不是很會講 但是蠻愛講的 但是你第一次 接觸慈濟 以前對慈濟就不了解 你怎麼敢上台講話 你第一句話要講什麼 我就是不知道 第一句話要講什麼 然後我就問那個 施宏祺師兄 還有馬埃華師姐 我說 你們第一句話 到底講什麼啊 他說 喔 你就講 各位大德 阿彌陀佛 而且不能講快 要講慢一點 這樣喔 結果這麼 我第一句話喔 結果台下的那個師姐 他們以為我是資深師姐 就給我一個祝福 你知道嗎 這樣喔 對啊 你那個剛才穿什麼 你那個人不是 我那天穿便服 而且我要穿皮裙 還兩片的 而且很lady的這樣 上去主持 然後我想說 茶會嘛 三四十個人而已 沒想到是三四百人 哇 對啊 我自己都有點嚇到 大神你就跟三四百個人 結了好緣啦 對 然後還有那個 湘西震災的那個畫面 也讓我很感動 大陸的震災 對 看著那個老伯伯啃 啃饅頭的時候 我們家師兄眼淚就掉下來 然後第二次看 我們家師兄眼淚掉下來 第一次是 我們的阿公 他的阿公往生 他掉眼淚 第二次就是看湘西震災 那個老伯伯啃 啃饅頭 然後慈禁人趕快給他蓋 披上那個名袋 喔 很感動 師姐除了這個 很會減脂之外 哇 這個菩提葉也是你的作品啊 對 那你看 這是 飛天菩薩 慈禎飛天 委員飛天 也是您的作品 那真的是飛過 坐過飛機的 從加拿大飛回來的 對 我本來是為那個 宜蘭聯絡處的火堂撿的 哇 我的親家母那個秋花師姐 她跟我要 我說好 結果她飛到台灣 結果金氏堂 火堂漏成以後呢 發現不需要 因為 因為這是紫 紫的 檢子嘛 那邊很莊嚴 結果我說 回來回來 我們兩家女兒要辦婚事 要在加拿大婚會的佛堂 我說回來我需要她來 莊嚴到場 結果 到現在一直都在加拿大婚會 所以檢子你看 不僅在很多地方發揮功能 陸校園 我們剛才說你是超人系的大愛媽媽 有這個小朋友 也有比較大的朋友 也包括我們的師姐們 今天我們的雅玲師姐也在現場 搭在媽媽學校的窗口 聽說孩子看到她 都想要抱她 非常喜歡她 她魅力何在啊 連老師都喜歡 到底魅力何在 因為她會把很多的慈激人文喔 這樣的精神注入到校園裡面 然後呢 她講的故事超好聽的 最重要是她的輔助器材 也就是說她剪的 剪的那些娃娃啦 然後故事的那個圖案啊 她都用剪子把它呈現出來 然後小朋友一看到她 這個故事他們就印象深刻 然後小朋友喔 他們有分享喔 她說她是佛祖派來的菩薩 哎唷 佛祖派來的天使 從媽媽變天使 又變成大禮物了耶 好可愛 那些小孩子真的很可愛 然後每次小朋友 都會搶著去抱她 讚的喔 對 難怪妳叫我 叫妳純媽就沒錯了啦 叫純媽我比較疼喔 純媽 對對對 你們這對夫妻真是絕配耶 師兄從頭到尾 文職彬彬穩如泰山 坐在那裡就是 非常斯文一派書生的感覺 妳就是像個快樂的小兔子 哇跳跳跳的 這樣 師姐們他們沒辦法 把我們兩個搭在一起 這樣喔 我們經常志工 尤其在加拿大的時候 他會說 他說 那個師兄很近 我說對啊對啊 可是妳如果過去跟他說 林師兄找 他一定會趕快站起來 跟你笑一下 他說是嗎 我說跟你賭喔 結果那時候講賭 結果我說妳去 然後他一定會跟你笑 結果他真的去了 然後他就說 林師兄找他真的跟他 師姐找師姐 就是因為他在忙著行政的工作嘛 結果後來在吃飯的時間 他才發現他是我們家師兄 你看連那什麼可能連得起來 連不起來 沒關係今天大家都知道 您來幫我們見證一下 這十多年來 他在慈濟到底有什麼改變 最大的改變是嗎 你覺得他的改變 讓你最欣賞的是在哪裡 對 就是他以前真的是理直氣壯嘛 那到了時期呢 他就是可以心念的轉變 比較能夠去包容 散結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改變 OK 所以這個知足天梯寬 是 理直氣和就不用再怕這個 這邊也傷到人 這邊也堵堵了嗎 對 我覺得夫妻同修很好 就是我跑得很快的時候 他把我拉回來 然後他太安靜的時候我說 你的訪號是祭籤耶 上人說要堅著說話 不要光一直做一直做 要堅著說話 堅著說話就是華喜分享 人家是虛懷若骨千虛縮小 說到這個慈濟真的是傳家寶了 三位女兒都在慈濟裡面 包含慈青 都是慈青出生的 然後老二還是在加拿大範圍第一隊 用佛化婚禮結婚的夫妻黨 對 那現在她的大女兒也在我們 台北分院工作 雖然不是護士 但是是資訊人員 總規矩都是 以愛以善來傳家 也希望您的父親 就是您的公公 身體健康 每天都覺得善然來到 你們家中一樣 清靈佛法好不好 也祝福你的剪子可以發揚光大 度更多人喔 九月份開始就在東區會所上課啦 今天也謝謝我們愛豬師姐 帶來這麼多小禮物跟大家解圓 這是她的徒弟 做材做聘物也在這裡好 走過去 歡迎光臨 祝福大家 也感恩大家 謝謝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